各議館議員蔣萬欣 實情這孫 準備成婚 包括疫苗 各議館結帳不記得 在廣府省建設規劃當中 一會自100坑四年開始 各議館政府配合合共南民開館的作出準備規劃 目前都已經中止規劃進度 希望王總領館長未來有任何的建設規劃 一定要新興賓購 必須增加廣府的財政負擔 廣長總領館員這孫表示 這陣子後這部份的案件都可以處理 部份可以交上演出 沒法度自行的正式的三大案件計案 改館議員蔣萬欣 實情這孫 準備成婚 含蓋業廟 改館結帳目頂頂的議題 另外在前官府 官政建設規劃當中 已回接100坑四年去 改館政府配合共南民開館的多處 集變規劃 集中農業中學方法 國家邦球 訓練基地開發 第一天安法務官 東台美術館 目前都已經中止規劃進度 希望王總領館長未來有任何的建設規劃 不必要新興賓國 拼免兩費公帳 增加官府財政負擔 這個就是規劃花了 然後就沒有 沒有執行了 已經確定定義執行 然後國家棒球訓練基地開發的計劃案 然後還有茶體驗高山茶主題館 還有鋼蓋美術館 這幾個 跟大家做一個探討 我都知道 都知道嗎 對 那都沒有在做 有些 只要這一兩年來也是在持續在做 在檢討 那有些東西是 像農會中文園區 你就是給我處理 那已經兩年了 而且不斷的去 我私底下也是拜託一些潛在的 可能來開發的人 希望他來 那後來有一家 他有點頭說他同意來 那後來整個到要 呃 經過一年以後 他又跟我講看不來 所以就變成我很麻煩 就是說 前線掌集有下來很多的案子 那當然我站在 現這次延續的立場 我每一件我都有做檢討 我們一眼就爆發好不好 希望說 不是 我不會花費花一花了 有 我都有在處理的 其實像我剛剛這樣講 你看已經花了不少錢 其實都沒有成功 我知道 但是我接了禮後 我都 每一個案子我都有處理 我沒有說 接了禮後就我這個案子丟掉 每一個案子我都有去做檢討 那包括去做可能的嘗試 那到最後沒有辦法 我才政策性的 跟大家講說 那這個案子大概就結束了 好不好 這個這樣 管理王章良 回應這順表示 這件事後 這部分的案子都在處理 部分可以照相遠色 沒有辦法 這行的 會政策性的 選擇案件件案 這件事 這件事 謝忻新聞創民動 各位觀察翁報道 各位觀察翁報道 大家好 我是館長翁張良 你想要打疫苗嗎 如果你想要打疫苗 這支鴨皮 你一定要看給誰 由現在開始 你就可以去登記了喔 由於啊 意願登記 然後資格核定 到第二部 你會去收到 卷訊通知 第三部 你就可以去啊 上網 疫苗接種 得細部 你就可以接種 相關的疫苗 那線上登記啊 很簡單 拿出你的手機 或是你的電腦 上1922網站 還有健保快逸通 兩種方式 將你的基本資料 聽不懂 然後送我出你 1922系統 就是簡訊給你通知 符合資格的鄉親 就可以到線上去疫苗 到1922網站 或者是健保快逸通 可以做相關的定義 那在實體疫苗的部分啊 我們可以上三健保卡 到超商 藥局 衛生所 來做疫苗 選擇施打的地點 還是四段 說了很多定義的方法 這部是 五十個醫生 到十八七十四歲 患有高風險疾病 罕見疾病 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朋友 千萬不要忘記自己哦 想要做什麼 就要上網去登記 如果聽這麼多 應該是不能去登記 管政府也協調 我們的鄉親市公所 衛生所 貨政事務所 和川立辦公室 來幫忙 我們所有鄉親事大 協助大家來登記 如果你想要做疫苗 一定要學會登記 只有學會登記 才有機會打疫苗 大家要趕緊去登記哦 拜託